更多的动物 因为等不到救援而失去了生命 Oh my god 哭 我好像真的会很想哭 你都没有看到那个画面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琳姐 大家喜欢吃海鲜吗 其实玛琳姐就是一位非常喜欢吃海鲜的人 尤其是螃蟹、虾子及海胆 更是我的最爱 不只是我 事实上海鲜料理 一直是全世界人普遍能接受的料理之一 英国人的炸鱼、西方人的海鲜拼盘 亚洲人的海产店、日本人的生鱼片等等 这些来自海里的鲜味 鲜得令人无法抗拒 但大家知道吗 当我们坐在饭桌 享受着一道道鲜味料理时 一场人类史上最大的危机 正在海洋中酝酿着 一个来自海底愤怒的声音 跟人类说道 你们的末日将在2048到来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一动你的小手 按下玛琳姐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玛琳姐的影片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世界上最恐怖的预言 海洋阴谋 地球位于银河系 它是一颗蓝色的星球 表面有超过70%都被海水覆盖着 曾经在这片大海的呵护下 地球有了生命 现在在人类的忽视下 它改变了主意 2021年3月24号 一支名为海洋阴谋的纪录片 悄悄的向世人揭露一个恐怖的真相 原来不用等到大洪水反扑地表 也不用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 更不用等到地磁翻转 我们人类就已经要灭亡了 影片的导演名叫阿里塔布里兹 来自英格兰 今年27岁的他 刚刚升格成为一名父亲 再一开头他就说道 从小我就对海洋非常的痴迷 总想着长大以后 要拿着我的相机 像雅克、库斯托等人一样 记录下这美丽的海洋 终于就在5年前 我有了这个机会 但刚刚拿起相机的我 却发现海上竟然飘着无数的垃圾 不止如此 这些垃圾还成为了海洋生命的杀手 最重要的是 阿里竟然发现这批因为物食塑胶 而失去生命的动物中 竟然包含了海豚和鲸鱼 要知道这两种生物在大海中 可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果持续让他们遭到迫害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以金鱼为例 他们时常会浮出水面换气 过程中他们的排泄物 就成为了海面浮游植物的养分来源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浮游植物 他们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 竟然相当于亚马逊热带雨林的4倍 为地球提供了85%的氧气 以前我们只知道地球的肺部是热带雨林 殊不知海洋提供了更多的氧气 因此阿里认为一旦金鱼海豚死亡 人类也会跟着灭亡 但真相真的如阿里所说的那么严重吗 根据调查目前平均每一分钟 就有一辆载满塑胶垃圾的卡车 将这些垃圾倒入海中 换算下来一天就有1440台 一年就有525600台的卡车 完成他们的任务 这些塑胶垃圾 不仅会对海洋生态造成迫害 甚至还会以微塑料的形式 进入海洋的食物链中 最终成为海鲜被人类吃下毒 于是阿里当下就决定 要抛弃生活中 所有不可永续使用的塑胶制品 并积极呼吁身边的人 应该一起减少使用这些东西 原本他以为 这就是帮助海洋最好的方法 但没有多久 他就看到了这则新闻 当时阿里简直不敢相信 在21世纪的今天 竟然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还不懂为什么有人 在明知道鲸鱼及海豚的重要性以后 还要将他们残忍的杀害 为了要解开这个疑问 他买了一张机票去到了日本 一个名为太地町的地方 在这里每年都会有上百只海豚 及鲸鱼会被渔船赶至岸边屠杀 虽然在来到太地町之前 阿里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当他真的看到海豚被屠杀的场景时 他还是没能忍住的流下泪来 海豚那个几乎没有人讨厌的动物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 他们应该是要活在大海 偶尔当船只行进时 还会跳出水面 向人类打声招呼 但现在却被渔船列阵驱赶 只能朝着地狱的方向前进 过程中年轻的海豚 会被以每只十万美金的高价 迈进海洋博物馆 剩余的海豚 则会被渔船以铁棒敲打的方式 迫使他们朝着既定方向移动 接着就会上演一幕幕 令人无法直视的画面 而阿里却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早在他来到太地町之前 一名动保团体的人 就曾经告诉他 此行务必注意安全 目前太地町已经被当地政府控制 如果他太过招摇 恐怕会有牢狱之灾 当时听到这些忠告时 阿里还心想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我又没有做非法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有坐牢的风险呢 但事实证明 他还是受到了不必要的关注 就在阿里受到无数次警方的盘查以后 一个疑问在他心中开始萌芽 当地政府真的只是单纯不希望有人拍下 他们伤害海豚的画面吗 还是这个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呢 带着这个疑问 阿里来到了一个距离太地町最近的渔港 没想到却刚好闯进了世界上前几大的鱼交易市场 此地甚至还可以看到世界上最贵的蓝旗鱼鱼 据说蓝旗鱼鱼的肉质非常鲜美 入口即化 因此还荣登了刺身之王的宝座 每只蓝旗鱼 约可以在东京的鱼货市场上拍出300万美金的天价 而之所以它可以卖的这么贵 除了是因为好吃以外 再来就是因为它快要绝种了 根据一份资料显示 蓝旗鱼鱼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 在过去的50年内减少了97% 仅剩下不到3%的蓝旗鱼鱼 然而人类依然只顾着将注意力放在舌尖的美味 而非这项惊人的数据 不过在泰迪丁的鱼货市场上 蓝旗鱼鱼可不是唯一名贵的鱼货 这里同时也是鱼翅交易市场 虽然近几年鱼翅市场在环保团体 名人及政府的努力之下已经萎缩 但每年的鱼翅交易金额仍是高达了百亿美金 重点是维鱼与鲨鱼一样正在快速减少 有些品种甚至已经不足原来的1% 也许会有人觉得很奇怪 鲨鱼这么恐怖如果不见了不是更好吗 保罗是一名美国退役军人 他曾在海上一次特训时被鲨鱼攻击 他告诉阿里很多人认为他不应该要帮鲨鱼发声 但他却不这么认为因为 保罗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是一位鲨鱼位居食物链中的顶层 一旦顶层的物种灭绝食物链中的第二层 就会因为没有天敌而快速繁衍 快速繁衍后第三层物种就会被捕食殆尽 而成为最先灭绝的阶层 然后不久第二层物种也会因为没有食物而快速灭绝 如此循环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海底没有生物 而一旦海底没有生物人类也无法独活 除了是因为氧气会减少85%以外 再来就是整个地球的食物链就会不平衡 所以没有鲨鱼没有海洋没有人类 根据一项资料显示 全世界每年不幸死于鲨鱼攻击的人数 约是10人左右 但平均每小时却有1.1万至3万条的鲨鱼 死在人类的手上 令人惊讶的是 这其中竟然有过半数的鲨鱼 不是拿来做鱼翅 原来在鱼翅之上还有一个更恐怖的阴谋 随着调查的持续进行 阿里离真相越来越近 同时他也开始感受到更多的威胁 一项数据显示 鲨鱼之所以会消失的如此迅速 不只是因为鱼翅 事实上有将近一半的鲨鱼死在了混货上面 原来商业鱼船在捕捞鱼货时 很常会使用脱网捕鱼的方式来作业 过程中难免会意外捕捞到非目标的鱼类 令人感到害怕的是 根据阿里的说法 这个意外捕捞到的海洋生物 竟然占据全世界鱼货总量的40% 也就是说每年我们捕捞的鱼中 有40%是我们不需要的 而且大部分的生命在被释放回到海洋之前 就已经死亡 每年因为混货而失去生命的鲨鱼 更是高达了5000万条 而海豚及鲸鱼则是在30万条左右 但奇怪的是 我们却只有看到有人不断在呼吁不要吃鱼翅 却没有看到有人在呼吁要改变捕捞鱼货的作业模式 不止如此 阿里还发现了另一项恐怖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塑胶垃圾 对海洋生命的危害吗 阿里在一份调查资料里面发现 目前漂浮在海洋里的塑胶垃圾 竟然有高达46%是鱼网 这是一名潜水客在潜水时拍到的画面 这是一只被捕捞道具缠住的鲸鱼 这是一只被鱼网缠住的抹香精 相信大家看到这些画面应该都很难过 但大家知道吗 这些动物竟然还是幸运的 更多的动物因为等不到救援而失去了生命 目前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证据显示 商业捕捞的过程中制造了很多塑胶垃圾 而且它们都被直接留在了大海里 令人惊讶的是 这46%的鱼网塑胶垃圾 竟然几乎没有被任何海洋团体提及过 仿佛此时大家都很有默契的忽视了这件事 但你们不是海洋环保团体吗 怎么只呼吁人们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 而忽视了46%的鱼网呢 在后续的调查中 阿里开始接触到了世界几大知名的海洋动保团体 但大部分的人在得知它的来历以后 也很有默契的拒绝采访 目前在人类的努力下 每年全球鱼货总量约在2.7万亿公吨 换算下来每分钟补杀500万条海域 是所有产业链中杀戮量最高的产业 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有效率的进行捕捞作业呢 以拖网捕鱼为例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鱼网展开后 至少会有三层楼那么高 甚至可以一次捕捞13架大型客机 就不难看出为什么我们一年可以捕获这么多的海底生物 由于鱼网又大又重 在作业的过程中它会沉入海底 这边大家可以把鱼网想成是一台海底割草机 一旦被鱼网扫过 不只是鱼类会被捕获 就连海底的珊瑚或者是其他生物 全部都会被铲进鱼网里 根据资料显示 光是佛罗里达及纽西兰的海底 就已经有高达97%的珊瑚被伤害了 重点是珊瑚不只是许多鱼类生物的栖息地 目前已经有研究报告可以证明 珊瑚及海里的植物群可以储存的二氧化碳 竟然高达93% 所以一旦珊瑚及海洋植物遭到了刮除 其带来的伤害远比砍伐热带雨林还要严重 而这可不是胡说的 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2500万英亩的森林遭到砍伐 相当于每分钟卸去了27个足球场 所以我们从几十年前就常常听到 要保护热带雨林减少砍伐森林的消息 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 每年拖网捕鱼产出的海床已经高达了39亿英亩 相当于每分钟卸去4316个足球场 根据一份来自全球渔业研究专家的预测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高效率 2048年以前海里面会没有鱼 一旦没有鱼 我们离末日也就不远了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很夸张 但大家回想一下刚刚我们看过的图表 剩下不足10%的物种比比皆是 7元1830年时 一艘渔船一天能够捕获1-2公吨的闭目鱼 但2021年的今天一整年下来 渔船团队却只能捕到1-2公吨的闭目鱼 足以见得海底鱼类消失的速度 真的已经达到了不容少觑的程度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阻止这场灾难呢 根据阿里的影片 他认为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是可行的 不再往海里倒垃圾也是对的 但就算全体人类都能做到 海洋生物仍会灭绝 因为渔业仍是继续在捕捞 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不要再吃海鲜 但这有可能吗 马林姐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算奇迹出现 全世界的人忽然很团结 一起不吃海鲜 但那些以海洋为生的人 他们又该如何生存呢 在这支影片的最后 阿里带着日渐沉重的心情 来到了最后一站法罗群岛 这里每年都会举办法罗群岛补金活动 这是当地的传统活动 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1584年 每到夏天 当鲸鱼成群出现时 军民就会开着船只列队 将鲸鱼赶至岸边 接着守在岸上的人 就会手持利刃冲入水中 不意会 原本清澈的海水 瞬间就会被染成红色 当地人称这项传统为磨难 尽管这项活动近几年来 频频遭到无数动保团体的抗议 但活动仍是照常举行 原来因为法罗群岛 常年处在低温环境 所以就算是到了夏天 最高的温度 顶多也就是10度C左右 因此鲸鱼肉也就成为了 当地居民粮食的主要来源 一名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对我来说生命都是平等的 我宁可杀了一只鲸鱼拿来食用 也不愿夺走2000只鸡的生命 今天马连姐拍这支影片 不是为了要指责人们吃海鲜的举动 也不是要去指责那些 仰赖海洋为生的人 只是希望大家知道 就在大家看这支影片的同一时间 世界上某个角落里正在上演的事情 因为一旦知道的人多了 就会有机会改变 我们身为地球上最有智慧的物种 应该要尽到善用智慧 保护地球保护生命的义物 但显然我们辜负了他们 而如果我们选择继续忽视 继续说服自己这没有什么 那么几十年后 那个曾经充满生命力的海洋 将不复存在 而仰赖海洋为生的人 也不会再拥有任何收入 然后用不了多久 人们就会发现 这次世界末日 是真的要发生了 到那个时候 钱还有意义吗 虽然我并不认同海洋阴谋里面所有的观点 但我必须承认这支影片带给我很多的震撼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可以去看看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